中央協會首次自行設計和製造價值三千多萬美元的迷你衛星 同時還會首次舉行太空葬禮將載著24個人骨灰的膠囊送入太空 這膠囊連同火箭殘餘物會停留在軌道年半至十年 直至地心吸力將它扯入大氣層之後燃燒 這24個都是熱愛太空人士 包括六十年代鼓吹嬉皮士吸食迷患藥的哈佛大學教授莉莉 以及電視片集《星空奇遇記》創作人羅登貝里 很多家屬護送親人骨灰到馬德里 他們說很高興死者為怨可以實現 亞洲電視記者安逸凡報導